可能是我之前没说清楚,画像中的人对我们很重要,提供线索者奖励二十两,带领找到画中人者奖励一百两,这些银子有可能是你们毕生都赚不到的,机会难得,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想想。 仅仅是一个线索,就奖励二十了,这手笔也太大了,面对这么大一笔银子,这么大的诱惑,大家都不免心动,但也只是心动,毕竟他们也真的没有见过画中人,想要提供线索也不可能,不过陌生人倒是有一位,就是坐在古师傅身旁的锦兄弟,只是二者之间相差的是天上地下,根本就不可能是。 所以李家村的人虽有人异动,但还是没人开口,提供陌生人的线索也有奖励吗? 谁呀?宝蛋娘,你乱说什么? 赵村长一件是自个儿村的人,面色立刻变了。 赵刚,你还是个爷们儿吗?自己的女人都管不住? 宝蛋的娘不为所动,瞪了眼自己男人,这么多的银子太让他心动了。 有了他们,接下来都不用愁了,孩子爹胆子就是太小了。 是你在说话呀?你见过陌生人? 提供,供线索,有奖励吗? 有,奖励十两银子。 你不会说话不算话吧? 你若是骗我,后果可不是你重担得起的。 不敢不敢,前几日因为大雨,我们在林子里休息了两日,期间确实来了一个陌生人,长相也很俊美,但他转了一圈很快就离开了,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。 离开了? 对,在破庙里转了几圈就走了,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看到了,不信你们可以问其他人。 宝蛋子娘的这一番话,真是让人始料不及。 古兰都已经做好了可能暴露,随时作战的准备,都想好了必要时把三小只收进空间了。 没想到,峰回路转,宝蛋娘说的陌生人,竟然是那日的一两银子。 是画像中的人吗? 男子将画像重新摊开,宝蛋娘忍着距移,仔细地看了一眼。 嗯,年轻人长得也挺好,但感觉不像。 高呢?有多高? 嗯,比,比壮士要矮点。 比他矮点,那就不是那人,但会不会是他身边的亲信侍卫? 想到那日逃走不少人,黑衣男子谋色欲驾深沉,或许这也算是一个线索。 知道他往哪个方向走的吗? 就是这个方向。 郑氏大爷,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,真没有骗人。 黑衣男连一眼都懒得看他,虽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, 但是也算有点收获。 选起,卷起画像,飞升上马,带着骑队,如来的突然,也消失的突然。